我们的实践中间都不是特别的重 就是说因为就业歧视没有入职的 我还真没有统计过 但是因为性别歧视那一块 基本上在过去的几年里面 都大概判两千块钱精神损害赔偿 然后甚至想要判赔礼道歉 都没有得到充分的支持 所以从未来来讲的话 加重在这块的法律责任 其实是一个值得考虑的发展方向 如果说要想更好的保护 我们这些求职者劳动者的权益 两位觉得还有哪些方面 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我感觉就是说在劳动领域的话 可能相关的组织 尤其是工会 它是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的 在我们今年刚修订的 工会法律监督办法里面 它专门把就业歧视 作为一个工会法律监督的重要内容 所以工会如果发现 劳动者被就业歧视以后 他可以跟行政部门去沟通 或者跟企业去沟通 解决这样的问题 所以怎样去发挥社会组织的力量 去纠正或者去监督 这样的就业歧视的行为 我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思路 曾经有一个案例 就是公务员招员工 发现这个人携带地中海贫血的一个基因 但是他并没有发病 这时候就成为不予录用的一个原因 随着我们的科技水平迅速的提高 我们发现这种缺陷基因的能力 越来越强大 对不对 现在不仅仅就说 我可以看你现在怎么样 根据这个基因甚至可以预测 你将来可能会怎么样 这就会有可能导致我们救治者 为将来可能的这种疾病买了单 最后一个问题想问两位 对于我们日后的这种体检检测 特别是入职体检检测 有哪些办法能够更好的 避免代检情况的出现 其实我想就是说避免过度的检测 也避免影响工作能力的事项 没有被在入职的时候发现 这样能平衡好劳动者 和用人单位之间的利益 也能有一个良性的对检测的态度 从来他可以去避免代检 其他这些